大家好,今天攻略重點是記憶回廊91到100層 打算使用的是這一隊 這一隊其實也可以通關1到90層 我認為難度算簡單,但是你對這一隊的機制要足夠了解 這邊先來介紹隊員十風王夏瑪西 開啟之後這個常駐效果整隊的增傷非常有感 而且還提供了5屬攻擊 甚至範金剛有首次閃避2次 等於十風王的常駐條件 有更加足夠的安全保障 然後再來鎖多瑪 1到90層第二招完全不用開沒有關係 然後第一招 算一定程度解決範地剛所需要的版面問題 只是範地剛先開的話加護符石無法引爆 所以需要漂亮版面用鎖多瑪 搭配十風王的增傷 甚至再補一個貼怪裡 實際上就能夠打出非常高的傷害 然後再來接著講火小獎格拉末 他算這次記憶回廊MVP 敵人有特殊要求開了之後 我剛好場上有5種屬性的角色 拉角色符石直接可以30顆珠子 以及這一次大家最常說的傷火L 開完範地剛吃到增傷之後 再利用這一隻拉食物火出來 這關難度變得超簡單 然後最後一個鐵怪裡 主要是其他更好的卡片 感覺有點不平民 但少一張卡難度又大幅增加 就加減帶這張我認為還不錯的功能卡片 最後這一對小總結 1到90關難度不大 但91到100層我認為難度非常高 不看劇本的話 血量要撐到212萬以上會比較穩 那我的劇本在故意降低隊伍條件 用170幾萬來挑戰這個關卡 那我這邊就直接進入實戰 首先進場一看到我左上角的掉落獲得道具 一共有90個 代表我這一場是從第一關打到90關 所以一進場可以看到說我的技能剛好有開 但是劍骨龍的第二招我完全都沒有發動 那這邊就直接來到91關開始 1C洗技能洗到十風往下馬西跳的時候 鐵怪力加下馬西的技能 然後最後補開隊長梵蒂岡之後再自己拉角色服時 手轉手小9COMBO的版面 因為無視固定連擊是梵蒂岡才有 但這時候的主要輸出是使風往下馬西 然後就輕鬆打了一個142兆 接著來到92關 再開另一個梵蒂岡即可 然後我這邊繼續轉9COMBO固定全消的版面 而且這個版面還可以吃到鐵怪裡的直拍昇華 阿至於反手消不用理他 接著來到93關 這邊其實可以快轉 你就是1COMBO疊珠 然後消除他指定的符石 而且你就算沒有消到他打你 前面兩次也有閃避的效果 那這邊直接快轉 來到第二條的血量 數字盾 單開鎖多馬就可以了 梵蒂岡的增傷甚至不需要 鎖多馬單開 然後真的要說可以按珠起手放開 你這樣子鎖多馬還會追打暗屬性 傷害會更高 但這邊算過傷害都不重要 隨便拉都可以 然後接著快轉來到94關 這裡直接開火小醬 史風王下馬西拉下來 直接塗30水 然後就輕鬆帶走 而這邊要注意就是 塗珠只有手30顆 所以不要來回塗 直接一路塗30顆 就可以直接帶走 然後再來他的第二條血量 這邊直接空轉就可以了 而我的影片可以看到說 我從頭空轉到尾 但是最後這邊要再補開一次 史風王下馬西 然後再做一次的空轉 然後接著來到95關 而95關這邊的話 我的劇本是這樣開的 我先開鎖多馬的第一招 要當作祭品 你可以看到他在崩壞紙墜上面 然後再開鐵拐裡的第二招 加梵蒂鋼的第一招 跟梵蒂鋼的第二招 兩隻梵蒂鋼一起開 吃到這16倍 以及剛剛開鐵拐裡的第二招 有突出的狀況之下 手銷泉水沒有問題 就可以帶走 接著來到第二條的血量 這邊是水20次速盾 但是這邊其實沒有任何的危險 史風王以及機械族特性追打 甚至木屬性的鐵拐裡 也有機會會追打水屬性攻擊 那這邊就快轉 20次確定打完之後 那這邊崩壞值要處理 所以我是先開火小響 格拉末的第一招 再搭配索多瑪的第一招 然後再搭配鐵拐裡的第一招 以及戰友放地剛 然後右邊這個技能 然後再拉放地剛的角色符石 這樣子算好 傷害也剛好足夠 那接著下一關 再繼續開 隊長左邊放地剛 以及機械夏瑪西補開 然後索多瑪的第二招開下去 因為凍結會讓傷害遞減 但是這樣子 傷害也非常的足夠 那接著最後一條線 再開戰友放地剛 右邊那個技能 然後這邊要注意就是手下要全新 所以我是只有拉角色符石 然後沒有亂動 直接可以帶走 然後很快就來到96關 這邊3T的部分 也有隨機會3L 我一共提供了兩組轉法 又或者是你想要自己轉也OK 然後第一回合開隊長 翻地剛左邊那個版面 但是可以看到說 我第一回合傷害還差了一點點 沒有關係 那這邊第二回合 再補開戰友翻地剛 但是4點右邊那個版面 雖然版面光暗的順序是反過來 但是路徑一樣 都可以轉到3T或3L 然後第二次再一次之後 就可以直接帶走 這邊一進場 就直接開隊長翻地剛的左邊這個技能 如果在CD你就開戰友右邊那個技能都可以 反正都不影響 只是要那個倍率以及固定版面 然後我這個版面 必須要靠一點手轉 然後就是一開始的那個91版面 又可以吃紙牌昇華 然後直接一口氣就帶走 還沒有帶走再反覆開 然後接著來到第二條線 那這邊先 先轉一回合洗技能 然後一回合後 隊長戰友的翻地剛技能都跳起來 所以這邊剛剛的前後順序不重要 而是在這邊 先開索多瑪的第一招 當作祭品 然後再開隊長跟戰友兩隻的翻地剛 以及最後補開火小獎的第一招 而這邊左上角就是兩隻翻地剛 加火小獎的第一招是最後的 然後最後一條線 要消新珠盾的部分 直接拉新珠 一輪突出就可以了 但這邊其實不用新珠洗手也OK 然後再來快轉 接著來到98關 98關這邊 其實你血量179萬 他打你是不會死的 所以這邊算是可以輕鬆洗技能 然後最後他打到你之後 而在這邊也不需要開什麼技能 所以這邊就直接快轉 來到99關 這裡我的劇本會開索多瑪的第二招 不用問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亂路的敵人 開索多瑪的第二招可以直接帶走 而其中一個敵人 心火同康的話 要補開索多瑪的第一招 但是傷害的部分都是非常足夠 阿我遇到這個特匯最爛的 不過沒有關係 劇本中就是開索多瑪第二招 然後帶走後來到王關第一條血量 這邊一定要開一招讓崩壞子出來 如果99你沒有開索多瑪的第一招的話 這邊你可以開索多瑪的第一招 像是我這邊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手轉 輕鬆就可以過這裡 但如果你剛剛索多瑪開過的話 這邊開石蜂王 然後自己稍微認真轉 而這邊看到我的劇本有提示 這邊是消越多組 敵人的減傷會越少 阿當然跟消除的福祉數量有最大關係 但是消越多組越好 反正你認真轉就對了 而帶走他之後 來到第二條的血 我是先開火小獎的第二招 主要是要那個刀傷 順便他左上角的狀態可以當祭品 然後開木的第一招 跟兩隻梵蒂鋼一起開下去 所以我這邊左上角的狀態 是鐵拐裡的真傷 跟兩隻梵蒂鋼 這邊傷害就非常的足夠 直接打到了 Q的傷害 然後接下來第三條血量這邊 非常的關鍵 一進場他會清空崩壞值 這邊開鎖多瑪的第一招就好了 而且一定要開鎖多瑪 然後在龍克開一個 你能夠整版消的版面 因為敵人是不能消木珠的 所以鎖多瑪這個版面有木珠不行 然後你點選之後 敵人會觸發鎖多瑪的延遲控場效果 所以他也不會打你 我梵蒂鋼的兩次閃避 到現在都還沒有浪費掉 然後第二回合之後 記憶球再選擇另一個 直接整版消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 直接開鐵拐裡的第二招 跟火小獎的第二招 也有減CD 然後這時候再開兩隻梵蒂鋼 這樣子傷害也非常的足夠 可以輕鬆帶走 然後最後王的這一條血量 單開火小獎的技能就好了 這樣子就可以完美的突出 而且崩壞值50%也非常的安全 然後搭配兩次的閃避效果還在 你前面兩回合都是可以這樣子輕鬆應付的 因為我的血量不足他的攻擊 211萬多一點吧 只能用這種極端的方式 然後第三回合開火小獎的第二招 開完之後 再開第一招 跟死瘋王的第一招加第二招 然後這邊就有閃避 然後死瘋王的第一招效果也還在 以及火小獎的第一招還是可以繼續突出 那這樣的狀況就可以完美突出四回合 120顆木珠輕鬆就可以帶走這次的最後敵人 那這個劇本我算是挑戰優化蠻多次的 而這個隊伍我認為在90關之前也算好打 那希望今天這個劇本有幫助到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想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通知 記得訂閱什麼鈴鐺 觀望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啦